亨利亚和布隆迪星期一 继续有大雨和洪水 联合国估计自从9月以来 已经有20万人流离失所 以色列军方星期一表示 情报部门负责人阿哈罗·哈利亚 因为哈马斯10月7日的特责以色列 而突然情报失败而辞职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星期一在巴格达 受到了伊拉克总统拉希德的欢迎 这次是阿尔多安十几年来首次正式访问 印尼最高法院 星期一撥回了两名落败总统候选人 提出重新投票的要求 他们指控2月份的选举普遍存在违规和欺诈行为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星期一离开了纽约的住所 出席封口废案的开庭审讯 他被指控在2016年隐瞒了封口废以掩盖分害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